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进满满的签字墙里 仿佛走进时光隧道 这里是位于新盈堂厂里的堂福印刷创意馆 为全台保留最完整的伙伴印刷机具 签字同模的伙伴印刷博物馆 关于印刷的演变时 我们不得不提到毕生这个人物 它是发明印刷术的祖师爷 早年我们是用刻板印刷 就是用雕刻的 逐渐演进到活板印刷 主要它的印章或者它的文字 它可以做一个抽换 演进到我们现代比较近代的 有喷墨的印刷印表机 然后雷射的印表机 刚刚我们提到铜模这个东西 我们称它为文字的母亲 那它跟铅的一个融点不太一样 所以当铅融化了之后呢 我们把它注入到铜模里面 那等它凝固之后 拿起来它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铅制 向各位介绍 这一台是日制的一个铅制注制机 那它的一个做法呢 就是把这些原料 铅的一个原料 那加热到340度之后 它会变成一个铅翼 那流出来的部分我们这边会放置我们刚才有介绍过的一个铜模 把它放置过去之后 它会把铅翼注入铜模之后 从这个区块一排一排一排的铅出一个 我们所谓的一个铅制 提到老师傅它记忆最深刻的一个点 我们曾经访问过它 那它提到说 站单这个东西 是它这辈子 它印出来最值得它骄傲的一个作品 那站单呢 我们大概解释一下 就是过去这种 他们把甘蔗提供给台塘公司做压榨 会等到压榨完之后 卖完之后 才会去做一个 看是多少比例的一个分配 所以它这张站单呢 等于是一个有价证券的概念 目前堂福印刷馆的一个馆藏 有包含了百万颗的铅制 那八万多颗的铜模 以及非常多的一个隔线 以及铅块 那铅块的部分呢 主要就是在我们排版中 能够做出一个区隔 那我们简单来讲 以我们现在的WORD这个软体来讲 它就是有点像空白线 那隔线呢 就有点像是我们在画表格 那包含这边有很多的一个印刷设备 包含注字机 然后也有新版 那新版就很像印章的一个概念 在许多图案上面没办法呈现的 在签字没办法排列出来的 我们会用签板的一个概念 来做整体的印刷 那丰富整个印刷版面的一个 一个生动度 跟一些相关的应用会比较方便 那这部分呢 其实都可以让民众来做一个 亲身的一个感受 以及触摸的一个 了解它的真实的一个质感 来到唐福印刷创意馆 除了感受先人的智慧 也可以自己动手体验印刷的乐趣哦 感谢您的支持